我跟柯毅其實是雖然都在環節拍,是因為它是節目那一塊,所謂節目是雅衛啦,不是旅遊那一塊,我也是節目單位,可是我的節目是屬於新聞這一塊,其實因為他們都倉促外景,我幾乎在電台是見到面的 最近還有關心一下一起發光啊 最近啊,其實我有看到新聞,我也有關心,因為畢竟我是連續三屆的民視,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原則把握住就好 比如說針對大家有疑問的,問題的,比如說不管是經流 對,就是經流也好,或是說像網友可能會有一些好奇的部分,包括什麼協會轉教會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只要按照規則做事情,我覺得其實就兩個重點啊 一個是組織的運作,因為組織的運作,不管你是社團法人,採專法人 就像你看公司現在會有董監事會是一樣的,一個組織的運作,像公司治理這件事情 其實不管是公司,大到一個企業,小到一個組織,其實都有自己的一套運作的規則嘛 那你想想看,就算社團法人,協會本身也有協會的,像不管開會有議事規則 還有去包括他的協會的章程 那你有沒有按照章程來做事情,這樣就好了 就是說,檢視的標準其實很簡單,就是按照原先他成立的宗旨 還有就是說,他整個裡面運作的規則 然後呢,用這些規則來檢視他有沒有做符合規則的事情,這樣就好 跟陳總是六、柯易跟兩人都還,沒有 因為我跟柯易其實是,雖然都在環境是拍的,是因為他是節目那一塊的 所謂節目是說他是雅衛啦,不是那個旅遊那一塊的 對 我的節目不會是節目單位,可是我的節目是屬於新聞這一塊的 對,其實因為他們都藏屬外景 我們其實在電台是見不到面的 建議他們有維持婚姻嗎?就是感情這方面 我覺得因為婚姻其實是很獨特的,我這個書裡面等一下我也會分享 就是每一個人,就是每一段婚姻其實都是很獨特的 所以變成說,我今天是把我自己這二十多年來 我自己的婚姻心得跟他分享 你看,我的模式是不是同樣可以套用在某一個人 也許有些是雷同的,因為有些問題是相似的 可是並不代表說,你一定要用我的方法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,每一對婚姻可以找到他們相處的模式 跟處理問題的方法 就像我自己在書裡面有講到說 以前我在吵架的時候,我會用我爸媽以前處理衝突的方式 去處理我跟我太太的衝突 現在發現完全是用不上的,判斷很長 所以就是說,我會希望是跟大家講 我自己把我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會希望是讓大家知道說 以終為始這個概念 你的方向,大方向是希望婚姻的完整 那很多小細節,你就會覺得 不需要這麼的在意